没有了儿子肉糊糊的大抱枕 慧英睡觉还怪不习惯的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好处 例如他第二天起床上学 再也不用烦恼着孩子该往哪放 他发现自己昨天做了个明知的选择 反正孩子从小都是他带 蓝忘机这个当爹的也该负点责任了 要不然白叫他爸爸了 他收拾好出门 推门时差点又把人撞飞了 好在他有心里阴影 动作温柔了一些 卫星辰大胖子 你为什么老喜欢站门后呀 包比 痴痴 举起的小手提着个袋子 啥呀 慧英余光偷瞄了对面的屋子一眼 没看见某人 包包 包子 慧英接过来往里看 小兔子面包 怪可爱的 兔兔 包本 爸爸做的兔子面包 慧英故意沉了沉裂 想不要吗 好像又有点饿 他摸了摸肚子 犹豫了 包比 痴痴 按照爸爸教的 小家伙从袋子里抓了一个出来 点起小脚丫要喂给爸比吃 慧英不舍得让孩子失望 弯下腰咬了一大口 里面的馅是红豆沙 甜甜的 小家伙一看爸比吃得这么香 转手把剩下的塞自己嘴里 也想学爸比吃好大一口 慧英吓得赶紧扣住他的手 把面包拖了出来 宝宝 你嘴嘴小 要慢点吃 爸比去上学了 你乖乖听话 摸了摸人的小脑袋 慧英从袋子里又拿了两个包子 反正是儿子给我的 不吃白不吃 Bobby 白Ibby 慧英 小家伙不哭不闹的 肯定是某人又答应了他什么条件了 电梯门一合上 某人从墙角处现身 Bobby Bobby吃 大车车 好 大车车 被人抱住大腿的拦望机 盯着电梯门看了好一会儿 他把儿子带出去溜了个弯 等到商场开门了才进去 小家伙对那个摩托车念念不忘忘 蓝忘机打算今天让他玩个够 结果 只玩了一个小时 接到了蓝西辰的电话 什么 你到了 你到哪了 XX美术学院 没错吧 这是无限上学的地方 蓝忘机彻底无语了 他想不明白 大哥来着干什么 挂了电话 他望着眼前这个玩得兴奋的小家伙发愁了 怎么才能把他弄走 宝宝 我们去 吃雪糕 哥高 对 吃完雪糕再来玩 小家伙答应得很是爽快 蓝忘机确实给人买了一只雪糕 要不然又成骗子了 学校门口的男人 一身休闲西装 其身玉璃 一只手续续的搭在行李箱拉杆上 远远看见父子俩的身形 笑着便迎了上来 连行李箱都扔下了 宝宝 来 让伯伯抱抱 某人没笑眼花的 蓝忘机觉得他和自己相认识 都没有这般高兴 卫星辰小嘴还贴在雪糕上 看见蓝西辰 愣了好一话 好久没见了 小孩子的记忆力又不像大人 宝宝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伯伯呀 在医院给你买了超大的推土车的 蓝忘机 兄长 那是我让你买的 我出的钱 谁出的钱 就是谁买的 车车 小家伙好像有些印象了 蓝西辰一阵欢喜 伯伯在给你买大车车 你给我抱抱 卫星辰二话不说就张开双手 夫人怀里去了 我们蓝家的小孙子太可爱 爷爷差点也要来了 被我骗回去了 什么 蓝忘机惊悚 哥 你干嘛跟他说呀 这 还没确定呢 放心吧 忘机 八九不离时 我闻到了蓝家血脉的味道 蓝忘机 你这鼻子比DNA鉴定还牛了 伯伯来了 卫星辰不仅吃到了大鸡腿 还给他买了一辆真正能开的小摩托车 对此 蓝忘机有意见 兄长 宝宝还不会开车 万一摔了 卫英会生气的 后面还一句他要面子没说出来 我会吃不完兜着走 没事 他对你生气 又不是对我生气 蓝西辰不小心说出心里话 不是 忘机 我的意思是 大是亲骂是爱 阿信越是对你不好 那说明他心里越是纠结 也许离原谅你就不远了 反之 他对你客客气气的 那就完蛋了 那是彻底放下了 没有动脑的欲望 就是死心的苗头 蓝忘机 狐疑地望着眼前这位母胎solo的男人 默默地质疑他的话有几分参考价值 两人说话间 小家伙一个人坐上了摩托车 摔了个大屁蹲 他没有哭 只是大眼睛充满了疑惑 为什么他和爸爸去坐的大摩托车不会摔倒 这个小摩托车就摔了呢 摔了一跤后 蓝大哥也意识到了问题 这么小的孩子 连走路都会摔跤 确实不能玩两轮的车子 看来他是太乐观 本想着早早培养孩子的平衡力 我觉得 还是换台四轮的好 要不 不换了 买多一辆 换着开 说买就买 都轮不到蓝王鸡拒绝 两台车彻底俘虏了卫星辰的小心脏 他开心的抱着伯伯亲了又亲 比对亲天还热情 蓝大哥笑得与伟文都出来了 蓝王鸡心里酸酸的悠悠的说了句 这么喜欢孩子 为何不自己生一个 不用生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 就是宝宝 就是宝宝的 前者是指儿子 后者是指财产 喜欢孩子这时 也不能打消大哥不婚主义的想法 蓝王鸡叹了口气 算了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 就像自己知道魏英结婚后 也想过这辈子不结婚了一样 没有了那个人 婚姻就没有意义了 也许以后大哥能遇到他想结婚的人也不一定 魏英放学走出校门 被眼前的两座大山 一座小山被惊猛了 小家伙坐在他的开篷跑车里 微风凛凛的 就是笑得像隔壁家二愣子 蓝王鸡脚边还停着一辆二轮的摩托车 搞什么 车展 不是 蓝大哥什么时候来的 魏英头顶无数的问号 阿县 放学了 蓝西尘笑着迎上前 魏英嘴角抽了抽 还没有清醒过来 西 西尘哥 哦 我刚好到英国出差 想着旺姬在这里 便过来看一眼 还有你和宝宝 也好久没见了 小家伙都长大 会跑会说话了 时间过得好快 这是蓝旺姬再三叮嘱他不许说漏嘴的说辞 魏英嘴是撇开的 就是笑得有些僵 哦 哦 是 挺快 怎么样 我看你说了 是不是上学太累 还是说旺姬没有照顾好你 你跟大哥说 大哥一定替你教训他 不愧是管理着几万员工的蓝总 出口就让某人乱了 不 不 没有 魏英连忙白收 没有失职 没有对你不好 还是没有照顾你 蓝大哥神色严肃 外人看来就真的要叫险人的样子 没有 不好 魏英台谋瞄了对面的人一眼 对方也在看着他 听见自己的回答 好像还暗暗松了一口气 对了 阿线 你晚上还有课吗 一起吃饭 大哥定好位置了 听忘记说你喜欢吃海鲜 定的那家酒店 食材都是当天空运过来的 很新鲜 长辈来了 本来应该后辈的请客接风的 现在倒过来了 魏英哪里有拒绝的理由